韓國瑜來看電影 年輕人尖叫拿起手機狂拍 抽空來看國片返校 打臉之前被質疑高雄不挺國片的爭議 還邀請親雙朋友們一起來 開始搶攻青年選票 這部電影很多在我們高雄區境 也有我們高雄市文化局 所注入的資源跟信息 返校堪稱今年最夯國片 上一七天破譯 韓國瑜也來力挺 不過去哀哄是來蹭國片熱度 可是韓國瑜遲到了一個禮拜 他認為說這邊有這個年輕人的選票 所以他就來蹭這個熱度 不過不少年輕朋友因為市府邀約 還和市長一起挺國片 感覺也很特別 有預先我不知道 所以是蠻嚇到的 還蠻神奇的 韓國瑜糾團看國片 拉近與年輕人的距離 不只如此 10月份觀光代言人 更找來寶可夢世界大載 兒童冠軍無比 他說韓市長當上總統以後 能不能讓他不作業變傻 他其實也算一個韓粉 你剛剛明明就很開心的說 想跟市長去愛河坐船 韓國瑜週六行程滿檔 其中三個行程 都與年輕人有關 依早參加孔子誕辰 2569週年市店典禮 擔任政縣官 前幾個週末到各地蘋果鎮 這次回房高雄拼市鎮 看到現場高中生 韓國瑜還特地留步 好 幾年幾 喔 高雄 韓國瑜力拼2020行程 安排求新求變 找回年輕選票 記者高雄綜合報導